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长 已经不是第一次罔顾事实 信口开河喷中国了 美方一些官员不断构陷 污蔑中国正常合理的外空事业 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 作为美国航空航天部门的主管 他应该十分清楚美国太空计划的黑历史 美国在制造太空垃圾 挑动外空军备竞赛 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等方面 发挥消极作用 对和平利用外空造成巨大威胁 近年来美国更是公然将外空 界定为作战疆域 加快组建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 研发部署进攻性外空武器 美方还长期消极抵制 谈判外空军控法律文书 不断强化与盟友的外空军事合作 另一方面美国又在航天合作上设置障碍 肆意制裁别国航天机构出台法案 限制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与交流 国际社会早已看透美方这种霸道行径 双标做法和虚伪言辞 中方一向倡导和平利用外空 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 积极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探索外空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 社会科技和安全等正当需求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完全通过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实现 其权益和成就 不容任何质疑和抹黑 人类别人 认为